今天我們要來製作超巨大 海鮮丼飯 搞什麼搞什麼 我來阿欣 看到這個滿足三針海味 就知道今天阿神有恐怖啦 今天呢我們要來帶大家 一起來製作五十倍大的 超級巨型海鮮丼飯 剛剛被大家發現我不會算數學 五十是這樣子 今天呢是水產油爸爸 幫我們弄了好多好多 他們新發售的秋季 秋季海鮮套餐 這邊有各種各式各樣的東東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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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懼海鮮 我覺得海鮮是一個很可怕的東東 但是我很喜歡吃 就是煮熟香噴噴的海鮮 那我現在桌上呢 這邊有什麼東西 這一大盆 這一大盆 我有點怕 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窄那個龍蝦的樣子嗎 這一大盆 哇 請問這一隻是帝王蟹 沒錯 傳說中的帝王蟹 我不知道我沒有吃過帝王蟹欸 感覺就是沒有 波士頓龍蝦們 好噁心喔 我比較喜歡他們長得紅紅的 然後是一塊肉的沒有殼的那一種樣 這邊還有超級巨型沙沙 你看這沙有多大 你看這沙有多大 我這好像突然一瞬間變成Facebook的直播台 超級多扇貝 來各位如果想吃的話打加一加一加一號 這個地方呢還有超級超級巨型扇貝 這個是水彩油 他們他們寄給我一個人到底要怎麼吃得完 大家如果想要在秋天的時候會有好吃的海鮮的話 今天影片正下方有詳細的連結可以去購買 過來 這邊好像還有一隻螃蟹 這隻螃蟹 它有個名字叫做霸王蟹 好大一個好像比我臉還大 我媽舔舌頭 今天呢我們用這些材料要來打造 十倍大 五十倍大 超級巨大的海鮮丼飯 那我們準備的飯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的飯 那我們等等 全部通通煮熟之後 來給他一個超級漂亮的擺盤 GO 經過了三個小時的奮鬥 小精靈終於把所有東西都煮完了 我們現在把我們最後一包米給倒進去 我們用微波爐的方式來微波這些米 看起來非常的不可口 但是呢我們還準備了醋 是的 我們只要加上一點醋淋上一些醋 然後搓搓捏捏捏捏搓 應該就會變成醋飯 我知道醋飯的原理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但 我們就 四六 各位 各位 沒有智商啊 不要太多 然後我好像不小心就加太多了 好 先做個樣子 然後我剛剛熟熟消毒過了 所以呢 我們還是用湯匙好了 大家知道我們那麼多食物都怎麼分嗎 因為我們是住公寓大樓喔 他樓下就是會有警衛 警衛伯伯伯 而且警衛伯伯還蠻多的喔 每次來拍影片喔 拍著拍著拍著我們就會有一大堆東西 然後有時候就吃不完嘛對不對 我們就會帶他去給他們吃 超好笑 所以每次我們來的時候他們都很期待 我們會不會帶什麼東西給他們 分給他們吃 這個飯 隨著我弄的時間 它的量會越來越少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一直把它撒出去 完成 擺盤時間 派出我們的 小小扇貝 再次 謝謝水彩妖 滿滿的耶 而且已經煮過了 他其實已經縮過一次水了 但是 你會看到他其實 還是很juicy的耶 超豪華 吃下去膽固水就爆裂了耶 而且我發現小經理有調味過了 上面有蒜頭耶 我可以直接 試一個試試看嗎 你看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大概 十分之一吧 來 我要怎麼 把你 放上去 這樣子嗎 來囉 3 2 1 喔 喔 掉了什麼東西下來 看起來超讚的耶 好的 他還在滴 奇怪噁心的腦漿 阿神的第一次 切割龍蝦 OK 剪開 然後呢 剝開個毛線球啊 剝不開了耶 交給你了 我失敗了 呵呵呵呵 各來 我們來剝蝦蝦 這個上面 膽固醇滿滿的 有誰跟我一樣喜歡吸蝦頭啊 他有超讚的 這隻蝦超肥耶 超大隻耶 超肥美 超級肥美 欸好像我們後面的那些抱枕一樣 好 一隻 放在上面 接下來重複以上弄出583次 阿小 好 我可不可以花錢請人來剝蝦啊 我看過有人用嘴巴剝蝦的超厲害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嘴巴構造到底是什麼 他的嘴巴比我的手還靈活 為什麼蝦這種假殼類生物 不進化成 不進化成 沒有殼呢 最後一隻巨型蝦蝦 最後一隻巨型蝦蝦 完成 我在掏空他身體裡面的肉 我直接手繼續掏 全部掏出來的肉 掏出來的肉 唉唷喂啊 在這裡 接下來 還有什麼是 我能力鎖機可以撥的東西 螃蟹嗎 你好啊 假螃蟹囉 這個殼可能用敲的耶 好的 我們 Gesina來了 我們來撬螃蟹 誰比較硬呢 好的 差不多多了 果然是鐵錘啊 美味的肉出來了 他其實應該有更 更 就是適合人類的開法 他為什麼要把自己活得這麼辛苦呢 肉不要包那麼緊好不好 你看人類的肉 就沒有殼啊 你們瞧 滿滿一塊肥肥的熬肉 沒有家中的調味道 超好吃 有醬油嗎 不需要了 我覺得它很好吃耶 好 我繼續敲它 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大戰了53萬年 終於 把我們的 中到一個不行 十倍大的 海鮮丼完成啦 然後 我們不是只有把它剝下來而已 你看 你看 它連這裡面 通通都打開了 連這隻螃蟹 也打開了 它裡面有 裡面有黃 等一下它在滴汁 它在滴汁 超飽滿 超飽滿 你看 超大的熬 也都撥開了 好啦 那先從哪裡開始下手咧 我們先從 呃 某個角落開始下手好了 好不好 來囉 いただきます 十倍大的 超級巨大海鮮丼飯 超超特勝豪華 這個如果 在外面賣的話 要賣多少 大概 四五千塊 跑不掉吧 應該差不多要四五千塊 好啦 那我們就開動囉 いただきます 滿滿的飯 來いただきます 出飯乾乾烤耶 好好吃耶 然後 一口扇貝 一口蝦 媽也太幸福了 超幸福的啦 這種到了海浪的Feel 超讚 超讚 而且蝦超肥 超嫩 什麼時候就停到變成吃貨的頻道了 吃完一口蝦之後 我們可以來吃一點螃蟹 慢慢的高 超讚 我吃螃蟹最喜歡吃這個了 因為它的身體我超不會肯 いただきます 超讚 然後你看它的身體 全部都是黃 全部都是黃 掉了一小塊黃下去了 隨手一摘 隨手一摘 超讚 超好吃 其實要是絕會痛風 全部吃完的話 你看 跟我們工作室的小命令 分著吃就好 好啦 今天這一集 差不多到最高的段落 超級大豪華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別忘了給他留下一個 大大的喜歡 讓我知道 那如果大家想在秋天的時候 吃一點好吃的海鮮的話 在今天影片的正下方 有詳細連結 大家可以過去看看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 這裡還有一隻螃蟹 這隻螃蟹好像也有一個名字 好像叫做大王蟹 大王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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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